我是知了哥 我现在是来到了冒名电白小梁镇的梁丝城设计的一个古建筑 这个古建筑里面就是这个样子 这是梁丝城设计的 解放前的小梁的一个小洋楼 整一个是以前用了很多英国的 从英国里面进口回来的这种材料建筑建起来的 整个院子还是方方正正的 但是很不错 建筑都是名师设计 里面的绿化也是很不错的 这些很多的这些树都是长在物园上面的 很茂密的 它这个地方现在就是未积了 它后来就成为了小梁人民公社的一个旧址 你看上面的是很高的树都长在那个屋顶上 这是铁衣窗花 这是正门 据说它这一个大宅的后人 都是在国外比较多 在英国在美国都有不少后人 但是现在这边本地的这个老屋就是 没有进一步的修缩和保护 这个就是家庭里面的这个正常设计 也是很漂亮的一个罗马式的一个建筑 可以给一个镜头往上 这里面的参天大树 就是遮蔽了整一个上天井上面的空间 两边本来是有那个木梯上去的 现在的木梯已经坏了 这个房子不算大 但是这个树木倒是很毛病 这个建筑啊 就是名设计师的建筑 现在是这个样子 门口 这些树老树根深 百年树木 建筑还是看得到 以前曾经是非常的漂亮 这些树木都是从屋顶上面扎下来的 它这个空间不是很大 但是它精致每一样的地方的一个设计都是很漂亮的 然后又会计为练习 嗯